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立刻解除才对啊 好 蓝营德立委这个李燕修也问了 观光署现在是引用这个发展观光条例 还有旅行业的管理规范书 里面有一条叫做观光旅馆业者 如果有损害国家利益 就要停止其营业的部分或者是全部 那么如果组团到大陆去观光 有损国家利益的话 好啊 那请问大家到大陆去工作呢 台商可不可以呢 自由行就学投资是不是都有损国家利益呢 看抖音啦 买淘宝是不是都有损国家利益 你要一口气讲清楚说明白啊 好 蓝营德立委赖世宝也说 现在如果还是总统选举 那这个进团令就不会发生了 可是民进党已经赢得大选啊 一旦骗到了选票 那他认为总统就变皇帝了 正说进就进了 根本不需要法源依据啊 讲什么法源呢 这个律委沈柏阳跳出来说话 他说大陆是以法律战来侵蚀台湾的主权 借由台湾的在地协力者来带动舆论 最终的目的就是要限缩台湾的地位 来扩张大陆的权利 利用法律让大陆师出有名啊 好了 又在抹红在野 通通都是中共同路人了吗 就只有这一招吗 一千零一招可是好像永远都很好用吗 交通部长王国才怎么说呢 他说禁止出团不是我们希望的目的 台湾去年就不断地抛出了善意 希望大陆能够把观光客给送过来 可他们不但没有 而且还发生了M503世界 那就损害我们的国家利益了 才用这样的法源来禁止出团 问题是 最确实是M503如果损害我们的国家利益 请问跟观光业者有什么关系 你不是在处罚自己人吗 好了 他说目前就是要以发展观光条例 对业者来管制 最重要的就是损及了国家的利益 他还解释 他说我们开放团客过去大陆旅游 可是对岸不放人过来 那观光有逆差 这就是损害 原来有观光逆差就是损害国家利益 那这样可严重了 咱们来看看 2023年台湾的出入境的人次 原来台湾人出境到日本去高达383万人次 可是日本人入境到台湾只有80.5万 这逆差可是将近五倍 这国家的损害严重了 而还有我们到泰国到越南去旅游的 差不多都是70几万人 而泰国人越南人来台湾的入境人数 只有35万左右 那这逆差不是将近两倍吗 原来泰国和越南通通都在损害中华民国的国家利益 那不得了了还不赶快禁止到日本到泰国到越南组团旅游才对 先前孙小雅说台湾不是美国的盟邦 美国没有意愿跟我们建交 那民进党怎么不赶快禁止组团到美国去旅游呢 奇怪 那么不赶快禁止日本啦 泰国啦 越南都在损害我们的利益 然后我们的长荣华航天天在台商到大陆去工作 按照民进党的逻辑 航空公司是不是中共同路人呢 网友也提到 近年来每一年过年的必备仪式 是要去看重播后宫甄嬛传 昨天播出最后一集 破6.1万人次在线上观看 那录据在台湾拼命的重播 有没有损害我们的国家利益 要不要进播 要不要罚电视台呢 蒂文怎么看 这是一个非常模糊的 一个条文的叙述 那因为呢 它的这个位阶很低 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法律 它是在行政部门所定的 发展观光条例跟旅行业管理规则 所以它在法律的位阶上是比较低的 那用这样一个模糊的字眼呢 并不是让你国家机器可以无限的一个扩权 而且好 就算用这个条文来讲 它是说观光业者 它是指具体的个案 它的个别的行为导致损害国家利益的时候 停止这一家观光业者的营业的部分或全部 比如说像这一次 闹出来去越南旅游的很多的这个纷争嘛 这些东西 但它这个禁令不是哦 它这禁令并不是针对哪几家 或哪一家的观光业者 因为做了破坏国家利益的事情 所以禁止它 不是的 没有人发生任何事情 我们的观光业者都做得好好的 是你全面的禁止 不可以出团到中国大陆去 所以这个法院也没有赋予我们的政府 有这么大的权力 就法论法 这叫硬拗 是说不通的 那我刚刚就讲啦 民进党就是一个无能愚蠢 又很坏的一个政府嘛 所以当对岸在讲M503航线的时候呢 我们的政府呢 做这件事情 就是笨到不知道该怎么回应嘛 所以就打自己的小孩 修理自己的小孩 然后修理自己家的人给对岸看 这样就有维护到我们的国家利益吗 简直就是我刚刚说的 笨到一个不行 是怎么能够笨成这样 你限制我们的迁徙的自由 限制我们这些财产的自由 这些都是宪法所保障的基本权利 很多人在两岸之间的往来 台商也好 就学就业也好 然后这些旅游业者他们要赚钱啊 这些都是震震荡荡 一个自由民主国家最基本的人民的权利 你没有任何的理由 你限制我们的人民的权利 这样你又很厉害吗 所以对方真的是会哑然失笑 我若是共产党的话 我想说我都没有打你 你就自己打你自己人了 怎么会有一个这么无能跟愚蠢的政府 做出这种事情来 好 那所以现在黄国昌就质疑说 你这个东西没有任何的法源 你凭什么做这件事情 然后他就到处去乱搬啊 搬了一个不搭不起来 越搬越砸自己的脚 但我倒是认为 这件事情 其实 因为刚刚董哥也讲了 我们现在开议的时候 到底为了要不要这个隔魁来报告 还有要不要增加开议会 结果今天协商破裂了嘛 其实我觉得不只是 食安的问题很重要 两岸的问题最近也发生很多事情 包括这一件事情 对于两岸的整个的稳定 现在搞得人心惶惶 非常敏感的问题 然后呢 这个东西又非常严重的破坏跟损害了 我们台湾人民的利益 就这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立法院也应该要强力的监督 作为一个看守的内阁 他怎么可以大动作 做出这么重大的决定 你凭什么 你根本就乱来嘛 你一个看守的政府 你就是乖乖奉公守法的 乖乖安分守己的 把你每天例行的事物做完 你不可以再做任何的政策决定 你要交给新的政府啊 你要通过新的国会啊 怎么会有这么没水准的民进党政府 但今天我觉得两岸关系的这件事情 如果今天民众党也表态了 不认同 民进党这样的一个做法 其实我觉得也可以叫隔魁来报告啊 家开院会报告这一样嘛 那你新的开守内阁 为什么在两岸关系上面是这样子处理的呢 你还出这种笨招 然后现在连金门那边都发生了这么紧张的事情 你到底现在是怎么样处理 什么样的态度 SOP是哪里 在咋里 你要跟大家交代嘛 那这种错误的决策 如果他颁不出法源 没有任何的依据 那我认为民进党 对不起 民众党跟国民党就应该加起来 在院会里的时候通过决议 要求他撤销这个 没有法律根据破坏国家利益的 错误愚蠢的决策 叫民进党吞回去 一定要在开议的时候 让民进党知道他是少数政府 那你就要展现多数的力量 在这个时候重要的议题上面 清楚的论述 政治就是这样 在国会是这样 你先讲理嘛 理讲完了 民进党不听对不对 就要拿力量出来 那以前我们的力量输人家 现在的力量已经赢过民进党 就要透过国会展现新的民意 多数的力量 要求民进党吞回去嘛 不然的话民进党少数第二名 他还是一样啊 他不是一样横着走 他还是一样耍赖啊 他也是一样每天的赖皮啊 所以在国会的蓝白两党 要懂得怎么样抓紧议题 强化论述 当民进党无理的时候 就应该展现国会多数的力量 这才是政治上利与理的结合 在新的内阁上台之前 就让他清楚地认知政治现实 你是少数政府 你要尊重国会多数 在每一次的重要的议题上面 给民进党 就是你一定要给他下马威嘛 好 民进党现在是颁出了 叫做发展观光条例 来禁止旅游团 组团到大陆去旅游 业者痛批啊 这根本就是政府为了 自我合理化 硬颁出来的法条嘛 就王国财部长还说 只要大陆不让人过来 就是对台湾造成不平衡 导致了观光的利差 就损害了国家的利益 这么一解释 那事情大掉了 因为根据这个观光署的统计 去年1月到11月 日本人入境台湾的人士 只有80.5万 可台湾人呢 天天到日本去旅游 入境日本的人次高达383万人次 逆差可是高达将近5倍 那按照民进党的逻辑 这逆差可大了 日本不是严重的侵害到中华民国的国家利益吗 是不是应该赶紧警告日本 如果再不把多一点日本旅客送过来 我们就要禁止组团到日本去旅游呢 汉婷 就目前民进党对这件事情的反应 只能说是一变再变 因为本来就没有任何的依据 都是掰出来的 大家假想一下 如果今天交通部突然有一道命令 说大家禁止开车 把开车就要吊销驾照 大家一定觉得莫名其妙 请问一下有这个法条吗 结果呢 这是交通部死搬活搬 搬出了一个 因为我们根据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 因为里面有一句话 叫做维护交通秩序啊 那你开车就可能破坏交通秩序 大家一定觉得荒谬至极 而这个逻辑跟现阶段 我们限制人民赴大陆 是一样的 民进党想要限制人民旅游团的这个权力 跟自由 有符合国会保留原则吗 有符合法律保留原则吗 有相关的法律制定吗 通通都没有啊 所以目前呢 他们只能够一变再变 一开始说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那疫情早就结束了 后来民进党还有立委说 是因为根据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但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根本就没有限制你出团的自由 那所以现在呢 才硬颁了一个观光条例 可是观光条例里面 真的能够限制 目前的这一件事情吗 没有 根据目前所谓的观光条例 他是讲说 如果有旅行团 他有违反了相关的事件 如果旅行团违法在先 他侵害国家安全在先 所以法律呢 可以事后的来制裁他 法律可以事后的来惩罚他 根本就不是让你事前 就禁止他出团 所以民进党 知法 玩法 弄法 根本就是胡搞瞎搞 而沈柏阳呢 更是不知道在讲什么鬼话 亏他还是刑法老师 完全没有任何法律常识 他讲说 这一切都是中共的法律战 请问一下 从头到尾这就是台湾的法律 到底跟中共有什么关系 中共有发动什么样的法律的事件 然后来禁止我们的团吗 难道我们不出团是中共害的吗 那你是不是在指控 民进党自己就是中共的爪牙呢 如果民进党限制出团 叫做中共的法律战 不就表示这一招是中共想要的 那民进党就是在听中共的话吗 所以完全不能够理解 他在讲什么东西 而且实际上在野党的要求很简单 就是要有一个明确的法源基础 那么沈博洋又讲所谓的法源基础在哪里吗 没有啊 就是双手牌 你看这一切都是所谓的这个中共的法律战啊 要限缩台湾的地位啊 好那请问一下 让台湾的旅行团出不去 到底是增加台湾的地位 还是限缩台湾的地位 好像是限缩台湾的地位 你理论上越来越多的台湾人到大陆 不是理论上越能够让大陆人看见台湾吗 结果民进党在干的是什么 是在限缩台湾的地位 是在限缩台湾的能见度 真正在打压台湾的套具民进党的话 就是民进党自己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